中共不斷在全球挑起紛爭 給世界安全帶來巨大威脅 最近來自全球8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與歐洲議會議員共同組成了 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 共同聯手反制中共威脅 6月4日由美國、英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德國 瑞典、挪威共8個國家 與歐盟議會的部分議員和政見人士組成的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通過視頻正式宣布啟動 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在聲明中表示 中共給全球帶來挑戰 這挑戰將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以及跨代政權政府、不同黨派無遺信念 多位參與聯盟的國會議員表示 我們曾經對中國崛起有美好期望 而如今都已經幻滅 我們曾以為中國會逐漸變得開放、開明 卻並沒有實現 今天的中國 對內專權獨裁 對外更是野心勃勃 各國民主自由和安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曾經有歸有據的國際秩序被持崩潰 他們強調 面對來自中共的挑戰 捍衛人權與價值觀的重擔 不應該由任何國家獨自肩負 維持國際秩序是所有人的責任 這是一個立法者的會議 這是一個立法者成立的這樣一個跨國聯盟 這些參加聯盟的各個國家的議員 對於中共的這種血腥統治 是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認識 這些人他們對中共的這個本質 不但認識的非常清楚 而且對中共欠下中國人民的血戰 也認識的非常清楚 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這次中共肺炎疫情 讓很多國家的議員都看到 與中共勾兌會非常危險 參與聯盟的美國議會代表 馬爾科·盧比奧說 中共對世界的挑戰 比任何國家、政府或政黨都要大得多 如何應對中共企圖 要重新規劃世界格局的野心 是我們整個時代必須面對的外交政策挑戰 很多國家的議員 包括美國議員梅蘭德斯和盧比奧 都已經看到 這樣的這種和中共的這種勾兌 是絕對不具有任何的可持續性的 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中共 把這樣一個極權國家 這樣一個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 這樣一個極權政權 徹底的從這個地球上給它開除出去 只有這樣 只有做到這一點 才能夠真正做到全球的這種真正的可持續的發展 所以這個必法者的會議 它的潛力是非常讓人看好的 身為該聯盟顧問之一的魏京生表示 現在不光是從人權方面 而且是經濟、軍事、文化 各個方面都受到了中共威脅 聯盟成員將共同制定政策 促成各國行政部門執行 這個組織它非常的獨特 它一方面它能夠凝聚來自於 各個國家的社會和民間的 對中共的譴責 同時它又有能力直接推動 在各個西方民主國家 通過立法的方式 去推動法律程序的建立 來抵抗來自於中共的威脅 這個新的形式毫無疑問 將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對西方各國政府去處理 來自於中共的威脅 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立法平臺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跨國議會聯盟的成立 順應了國際大趨勢和歷史潮流 也真正回應了西方各國 民間和社會的關心與焦慮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英國保守黨前黨魁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英國保守黨前黨魁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鄧肯·史密斯爵士表示 抗擊中共勢力使命維艱 唯有團結一心 方能迎接挑戰 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聲明 將關注五大範圍 包括維護基於國際原則的秩序、人權 促進公平貿易 加強制定針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安全戰略 保障國家誠信 以免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等 據該聯盟介紹 目前參與的議員數量已經有20人 他們預計會有更多國家的議員加入